明明军费支出比我国低 为什么在全世界留下了一个人傻钱多的名头呢 印度的经济正所周知 全国还有很多人民在和恒河水 电力供给不足 民生都成问题 但在国际社会上 印度就是冤大头的代表 虽然经济发展落后 但在购买武器这一方面 印度却非常舍得花钱 很多人都说 其实印度比我们都精明 之所以有这种情况 是印度把全世界都蒙蔽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就买卖这件事来说 讲究的就是一个双方都情愿 只要有人卖 那就一定有人卖 虽然说市场和需求是相辅相成的 但印度确实把市场玩坏了 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 印度花费一美元 从俄罗斯购买航母的事 俄罗斯之所以会同意 把航母一美元卖给印度 目的就是要从后面的 维修费上面下功夫 航母购买后 各种维修费用高达35亿美元 而且俄罗斯还不担心印度不休 因为在印度国内 他们有自己的内应 而这些内应就是印度的高官们 只要让这些官员们吃饱 那就不愁印度不舍的花钱来修航母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 印度花费了远超航母 本身价值的昂贵维修费用 历时十几年 才让这艘一美元的航母 交付印度海军 虽然印度花费巨资 但双方都在这场交易中获益 印度还有什么类似的事情呢 花费超市场价 两倍以上的价格购买战斗机 印度政府在干什么 2014年 印度总统莫迪上台 上台第一件事 就是对军方的作战能力进行考察 这一番考察下来 他发现 自己军队的空军作战能力 简直是渣渣 武器装备都很落后 虽然当时和俄罗斯 正在共同研发T-50战斗机 但俄罗斯方面 却始终不向印度公开研发进展 最后印度也是强烈要求 要看俄罗斯就能研发到哪一步 俄罗斯没办法 只能给印度进行展示表演 最终的结果 以T-50在空中失火告终 印度对T-50的研发 也失去了信心 但这个时候 中国的歼20马上就要交付 日本也购买了42架F-35 就连自己的敌人巴基斯坦 都购买了250架F-16 已经形成了较强的战斗力 反观自己还什么都没有 于是印度决定向全世界招标 想引进战斗机 最终印度花费83亿 购买了3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 等于购买一架阵风 就要花费2.3亿 这个价钱 即使购买F-35都能购买两架了 那为什么印度要花费 两倍四代机的价钱 去购买三代机呢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回扣 虽然印度花费了这么多钱 但法国也给印度反点了10亿 而这些钱自然就落在了 这些官员手里 就这样 一场双方都很满意的交易完成了 印度为什么频繁出现这种情况呢 用两倍四代机的价钱 去购买一架三代机 印度为什么会出现 频繁吃回扣的情况呢 其实这种情况在印度是屡见不鲜 一笔真实价格10亿美元的交易 假给出了货真价值的10亿美元货物 而乙方却表示要20亿美元 其中5亿美元是给经手人的回扣 你觉得哪种交易最能令人满意呢 答案当然是后者了 卖方用最低的成本获取了最大的利润 而买方也从这笔交易中获取了大额利益 这种交易方式的满意度自然要比单纯的买卖要高很多 也正是从进口武器装备中看到了利益 印度军方就放弃了自己投资军工科研的想法 再加上印度国内的基础制造行业确实很落后 根本无法生产出精密的武器零件 这也就让印度频繁的向国外购买装备 但大多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比如印度曾表示要购买155毫米火炮 这个过程持续了30年的时间 30年时间里印度频繁喊口号 把各国的军火霜撒得团团转 最后居然只是从韩国购买了10门K9自行榴弹炮 和120门美国M777超清型榴弹炮 而实际交付的M777型榴弹炮只有两门 其中一门在交付仅几个月的时间 就成功地被印度玩炸糖 M777长期积胆的口碑也让印度彻底搞坏 K9就不用说了 在2010年盐平岛炮战中 这种火炮被朝鲜落后老炮暴打 与其说印度人傻钱多 不如说印度的机型治理系统 导致了自己国家的落后 在2010年盐平岛炮